我们俩不是逛商场吗 人家不是说 如果就是那个会员登记的话 会送一些东西 我就说好的 你去登记一下我的信息呗 人转头问我们就 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就纳闷了 怎么你就记不住我电话号码了 多少次了 我说你记我电话号码 你记住了吗 我记了呀 还没记住对吧 那记不住呗 我本来对这数字 我都不是特别敏感 别解释都是你的借口 都一年多了 你还没习惯我呢 你就是不喜欢我真的 所以你今天来干嘛呀 今天就是来调解的 调解啥呀 我其实是想来分手的 我看你不像分手的态度啊 我是想分手 满脸的笑意的 没有笑意 其实就真的是被他气的 哭笑不得 喜欢这个这女的吗 我看你还不懂了 你还不想找到 你还不 Mata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帮忙可以 但是这个边界感和尺度的把握 毕竟它是异性 就算是再好的朋友 它是异性 你现在有女朋友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只要刺伤了她的心 让她会觉得不舒服 那这件事情就已经越界了 衡量这个边界感 就是看她的感受 所以那个异性 接到你家住 你为什么不征求她的意见 你明明知道 你知道你把她接到你家住 这件事情 她会介意 她会跟你闹 会跟你生气 所以你不征求她的意见 直接先斩后奏啊 如果她没发现的话 那就这事演过去了 但她发现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其实明明很清楚的 还有一点 当她有男朋友 就是你的那个 所谓的女性朋友 有男朋友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没想那么多 她有男朋友 比如说她给她的车的前面 贴一个东西 然后你撕了 你觉得她的男朋友 会怎么想 然后今天第一次听说分手 还有三周年纪念日 她也发小了 分手了就喝多了 不顾你的想法 你怎么想啊 对吧 所以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有的一切 你都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清楚 只不过你不愿意去面对 你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 所以你就继续维持 包括现在 她都已经 因为你的女闺蜜 跟你在感情上 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都不愿意 跟你的女闺蜜 去切断联系 不愿意为她 做一丁点的付出 那也证明 这个女闺蜜 在你心中是有分量的 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想 好 谢谢莎娜老师 去做 我们继续聊一聊 这个女闺蜜吧 你是不知道她喜欢你 对吧 我不知道 因为你不敢去问 刚才问你几次 说有没有跟她谈 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你说没有问过 对吧 这里面呢 有水分 你可能的确是没有问过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 这么直接 因为你害怕 她的回答是 我喜欢你 你做选择吧 你现在不敢做选择 你当真不知道 你女闺蜜的企图吗 至少我作为局外人 我看出了一点 她在蓄意介入你 和这个女孩之间的恋情 一个真正的朋友 异性朋友 必须会为你考虑的 你是有女朋友人 那这个异性的朋友 为什么要住到你们家去 让她去 她都不应该去 因为她过界了 且不说你怎么样 对不对 她为什么 要把你女朋友 贴在副架上 那可是身边人的位置 的那个条给撕掉 她要干什么呀 这就叫再蓄意破坏了 你看不出来吗 你是不想去看清楚而已 这边跟女朋友要约会 那边要去过 分手三周年的这几年 而且喝的是鸣鼎大醉 你想麻醉自己什么呢 真相其实已经历历在目 只不过你不敢面对而已 出发点是什么呢 你可能真的是 不喜欢这个女闺蜜 但是她一定是喜欢你 其实你同时 在伤害着两个女人 女闺蜜是一个 这个女孩是另外一个 爱情一定是一对一的 排她性的 女孩 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还不如那个女闺蜜呢 因为正经 人家是确定的割舍不了 但是至少 她能在女闺蜜 和你之间选择了女闺蜜 你何等的去排斥 这个女闺蜜 她看到了吗 看到了 没往心里去 摆在一面前一个条件 你要接受我 同时你要接受我 一个女闺蜜 这已经成为她的一种 择偶 或者说是选择恋人的 一个条件了 那这么自私的 不愿意付出真心的 这种爱情的人 你能跟她在一起吗 同时你也没有明确出 自己的这份底线 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你觉得她 你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接受 她有这么一个不清不楚的 女闺蜜的存在 你对这份感情的诉求 又是什么呢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在就 要断第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觉得 跟她还是有希望 或者说 你还是喜欢她的话 让她先跟女闺蜜分开 分得彻彻底底的 因为那就是一个 你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如果她分不开 那就跟她分手 让他们俩去纠结吧 也可能给到他们的时间 和空间之后 她会觉得 原来我真心放不下的是她 成就他们 同时也成就自己吧 就这样 好 谢谢大家